對於國會濫權的現象 南部的聲音沒有辦法表達 所以台灣基金今天張國洋司議員就已經申請入權 我們希望到中國國民黨前面 來去跟邀請所有市民 來跟我們一起進行這個靈性的社會溝通 那我們先邀請台灣基金高中司議員張國洋發言 嗨各位媒體記者 大家好我是台南司議員李中林 那我們其實在這個階段裡面 接到非常多的支持者電話 希望我們包車一起北上 或者是希望我們把憤怒的聲音 帶到國會裡面去 那也希望我們也捐錢 希望我們可以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那我們再跟張國洋議員討論過後 我們認為我們有必要把南部的聲音 傳到北部去 傳到議事庭裡面去 傳到國民黨跟民眾黨的所有的 這些政客的耳朵裡面去 我們認為在過去 其實台灣一直是被中國給以商來逼陣 那他們過去在外用貿易的形式 用這些商人去中國做生意的形式 回來影響台灣的政客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2024年今年的4月 副軍旗帶著這些立委到中國去之後呢 回來他們就像吃了大力碗一樣 不斷的用許多的 行政程序或是政治上的規格 來處理我們台灣的民主 來影響我們台灣的民主 所以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我們過去是以商逼陣 那現在他們其實是在島內以政來逼商 因為當這些條例過了之後 任何的商人 只要這些大立委們看得不順眼 就會把這些商業的團體 然後甚至是社會團體 全部一一的叫來詢問 那這樣就會形成藐視國會罪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些政客 不斷的影響台灣的狀況之下 我們有必要在南部集結 把這些憤怒的民眾的聲音 傳到北部去 來用民意來回應 這次藐視國會罪 對我們的影響 那我們希望邀請所有 忠誠於台灣的人民 明天跟我們集結在一起 好